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八岁了 知道先生这个吃干醋吗 他吃醋对于我现在 因为我不喜欢这么年轻的 就在家做一个全职太太 我想我出去奋斗一点 然后让我们这个家庭会过得更好一些 但是他总是对我一点信任度都没有 每次我出去吃饭喝酒的时候 可能一晚上可能打个七八次 但是有的时候你也知道 在酒桌上的时候正在谈着事 他突然一个电话一个信息再发过来 我就是很反感 有的时候就不接他的电话 这时候他就把我老家的儿子搬出来压我 就让儿子给我打电话 跟我说妈妈你早点回去吧 你不要在外面老喝酒了 你说你把儿子搬出来压我 我听到这种话的时候 当时心情真的是很不好 回到家之后又是一顿争吵 那就减少点应酬呗 但是有客户要求我们出一个礼貌性的 也会去应酬 但是也不是经常的 就平常如果正常的话 大概几点钟能回家 我正常的话 我会在十点到十一点之间一定能回来 因为我自己也知道 自己现在是一个母亲 也是一个妻子 也有一个自己的小家庭 因为我有的时候你要工作 都会用微信啊 然后或者打电话 他有的时候呢 趁我不注意的时候 就偷款我的手机 然后甚至就把我的合伙人给删除掉 而这不是一次两次 是很多次 每次合伙人打电话问我 这是怎么回事啊 那时机上面等于孩子是 您转做红酒之后才送回去了是吧 对 我转做红酒之后 他就说我每天出去陪孩子的时间 可能会少一些 然后他就一个人做决定 把孩子送回去 他也没有告诉我 送回老家有多久了 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 对对对 你是爹你也可以带啊 但是我也有我的工作啊 晚上的时候肌肤都是我在带 他都在外面的 你说这样子也不行啊 送回老家嘛 我叔叔审神帮我带着 你跟我说句实话 你当时把儿子送回老家 是不是想以此为要挟 让你妻子不干这个了 当时也有这样的想法吧 在他转做现在的工作之后 你们提过离婚什么的吗 有 谁提的 我 为什么 他经常跟那个合伙人 一起出去喝酒 我就觉得反正他们之间 应该有什么事 所以说我那天晚上 他回来的时候 我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然后呢 当时我也是很气 我说离就离了吧 反正你现在也这么不信任我 过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 对吧 但就有的时候想到孩子 这么小是吧 然后我就没有妈妈 有的时候想可能心会软一下 以前感情好吧你们 以前感情很好 就刚认识到有了孩子 我们都是一家挺和睦的 然后过得也平平淡淡吧 也不是说什么大富大贵 怎么突然之间你就想 说我希望我出去转一个职业啊 能挣更多的钱 怎么会突然有这样的想法的呢 因为我在家也待了那么久 待了那么久的孩子 我也想出去闯一闯 我不可能一辈子靠他 不想过这么平淡的 但是我就为了 让我们这个家庭会更好 让以后小孩在我们身边 不管是学习还是怎样 都是给孩子是最好的 你是家里的 老大 大姐 是的 他们会问你要钱什么的吗 就是有的时候吧 偶尔的会也会帮助家里面一点 因为爸爸妈妈农村也不容易 养到我们真的是很辛苦 应该的 对对对 现在他们身体也不怎么好 有的时候会帮助一下 娘家那个压力 你能感觉得到吗 孝敬父母的我能接受 但是他打钱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他出去 做了一笔红酒以后 回来手里面有钱 就会向家里面转钱 一转不是说一点一点地转 它就是上千上千地转 跟我的感觉吗 我们现在还住在深圳 一个很廉价的出租屋里面 我就希望他能补贴一下 我们现在的家用 改变一下我们家庭的条件 但你要知道 作为一个男人 不是靠我去改变家里 这个责任是在你 你要去为这个家庭创造更好的 而不是说我现在挣到一点钱 我给娘家怎么了 他们是养我生我长大的 我是不是应该帮助 爸妈现在身体也不怎么好 我自己挣的钱 我有权利去支配他 之前有个朋友就说 让你去合伙搞一个小工厂 我钱给到你 让你大胆去做 好了他这下就 前怕狼后怕虎的 然后让他来给我做红酒销售吧 他也摸不下面子 所以这么看来 其实不管出于什么 就客观上面 娘家其实还是在你的心里 是希望能够多支援他们的 对吧 是的 在这个方面 对于娘家的支援 和自己小家庭的建设的平衡上面 你更倾向于 你的这份工作是投入给娘家的 不是这样 而你们家是应该这个男人 调起来的对吗 也不是这样 就是以前吧 我也为我家付出挺多 就是近两年 他对我的心简直就是零 那我现在 不想把更多的心思 花到这个家庭里面 所以因为他不信任你 所以您觉得 我也没有必要 再为这个家里面 那么去拼命也好 或者付出也好 我理解的对吗 对 印刷机销售 对 现在你这个行业好吗 现在在广东这边 不那么好做了 等于您现在的这个事业 越做越好了是吧 对 他老是这么跟你提离婚 不离就是因为孩子吗 你心里还有他吗 他这样倒下去 我现在对他一点 一点感觉都没有 所以你们俩现在的生活 是什么样的 谁能描述一下 现在生活就是 我每天工作回去了 他就出去消夜 出去打牌 然后陪朋友一起去喝酒 但是都不是一些 什么工作上的事情 他甚至有的时候 我回来的真的是很晚 有的时候在家的时候吧 我回来还看他一张冰冷的脸 我就觉得这个家里面 我回来没有感存到 有一丝丝的温暖 最主要是他长期在外面 我一个人在家 又能玩什么呢 我也只能出去找一点 自己的节目 不是 人家不是十点 十一点就回来了吗 我也是稍微晚一点 也回来了 所以你别老理直气壮嘛 那今天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实在是受不了 他每天对我冷藏热讽 他天天这样的 去说我 你说谁会受得了 你有想过跟他离婚吗 其实如果不是这两年 他这么无理取闹的 我也从来没想过 但是现在我真的是受够了 我知道什么办 现在我就想跟他离 好吧 刚才他说 他也想带你去做销售 开个夫妻店 对吧 你现在这个想法 还是这种想法吗 是的 干嘛不去啊 那你成为他活伙人 不就得了吗 因为我要做什么事的话 我想靠我的双手把他打起来 我不想用他的钱来做起来 什么生意 过去你们家的经济是 谁的钱谁花还是怎么着 我们都是自己的钱自己花 为什么没合在一起呢 因为当时我也在家带孩子 然后也没有什么收入 他的钱嘛 也就是每个月给点生活费这样的 然后其余的多的钱我都不知道 所以好矛盾好冲突啊 丈夫是想继续下去对吧 对 带条件吗 不带条件 不带条件啊 您是 让您干就继续 不让您干就不继续是吧 对 行吧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秋毕特问卷 千万不要激发女人的奋斗心 一旦激发了女人 以奋斗为目标的这颗心的话 你可能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了 我现在很明显能看到 她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心是什么 离开你 我过得会很好 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可能是在委屈求全 孽女士 今天看得出来你的决心很坚定 至于你为家付出 至于你说女人要独立要强大 这个我很赞同 可是在强大和独立的同时 在这个过程当中 到底是什么原因 问心无愧就好了 好吧 好 谢谢 好 谢谢莎娜老师 来 去走 我觉得你们俩之间发生的 每天晚上都十点到十一点回家 我们至少是一个 家庭女主人的角色 可以有忙碌 可以有应酬 这样的时间 这样的每天日程的安排 你让你的丈夫如何去信任 他不信任你是因为你在这个家庭当中 角色的缺失 感觉到这个女人的情感 她的心不在这个家了 她才会不信任 这和你的工作是怎样 你每天忙不到什么程度 有关联 来 陀老师 我们鼓励女人活出自我 但不是活到最后自己的世界 没有别人 只剩下自己 那那样活出自我的成功到最后 一起去销售去吧 人家要真给你去你带吗 带 真带还是假带啊 真带 只要他肯上进肯努力 听见了 还爱他吗 爱他 以后别再说那些伤他心的话了 好 即使是离了婚也别说 做得到吗 做得到 至少曾经是爱过他的吧 对 如果曾经爱过他的话 请你给男人一个尊严吧 妻子放的是一把修刀 丈夫的是两卷纱布好像 我们看到的是物件 物件背后的含义我们不知道 你送他这个什么意思啊 一把刀 因为当时我们一家三口 在深圳的时候 其乐融融 当儿子满一岁生日的时候呢 他就买了一把这个 削铅笔刀 当时他就把儿子 带到我们门框上去 当时儿子也就这么高一点吧 他就用那个刀 在那个门上刻了一个印 然后 每满一岁生日的时候 都会刻上 但是这么美好的记忆 他就停留在 我儿子六岁那一年 他就狮子地把儿子送回老家 但 当我每次 应酬完回到家的时候 我就坐在那儿静静地看 就会想 想到我们当初一家人 在一起的时候 是多么地美好 但现在反过来再看看 他是怎样对我的 他就这样 剥夺我一个做母亲的权利 现在孩子送回 送回到家里去了 跟叔叔 婶婶都别跟我亲 白 你这纱布什么意思 我三年前 然后 一次在意外中 不小心被 身体大面移 被开水给烫伤了 当时他在广州 然后我哭着打电话给他的时候 他从广州 赶回来了 赶回来 他看到我的第一眼 然后他哭了 回家换药的所有的事情 就全部落到他身上了 他请了两个月的假 整天地照顾我 给我换药 直到我完全地康复 小十年的这个婚姻里面 还有美好的 值得你们留恋的 能触动你们情感的那点东西 带着这点真 好好考虑考虑 要不要跟对方 好好地继续走下去 还是互相在一路上伤害着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登录 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 搜狐视频 观看我们节目的完整内容 我们来看这一对 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好 谢谢 各位请见证 谢谢两位 请回 谢谢 谢谢